今天注意看这个文道这个头啊 这个剃的 格外显得徐老师有头发 什么有头发 我头发多浓密啊 他本来是有的 什么叫本来是有 刚才文道剃头的时候 徐老师这个加插了个旁白 是吗 跟我们来描述一下 我就是说你看 那本来是有的还剪掉 看着朗尼啊多心痛啊 对不对 谁叫朗尼啊 哦他说的曼联的那个前锋 你不是朗尼啊 你刚才不是说 朗尼啊 不行我应该得说 揭发他 揭发他 刚才不是说揭发 揭发他 明明是讲揭发 朗尼的名气更大嘛 朗尼的名气更大 现在朗尼他现在去 去做头发 就直发 人家说是负面暴躁 结果后来是他自己写出来的 都无所谓 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我们这 知道朗尼这个人吧 我们这有两位这个发行师 一位男的叫阿锐嘛 对 文道过去是找阿锐来剃头 最近改了找那位女发行师 我刚才注意到有不同 这女发行师剃完之后 还给他铺废的粉 看到没有 这就是直写 是为什么我不喜欢找阿锐嘛 你看女的来剃头 就是不一样 阿锐的时候就只看到两光头 那里动了 太粗了 当然文道今天这么做 主要是给李娜亮灯 没错 没错 李娜亮灯 我们要看看 是为了庆贺 对对对 这个天下现在谁人不说他 咱们导演可以看看他的这个照片 有漂亮的时候 不是 这什么话 这是 你看 好家伙 他据说他指那个尖啊 说中国人也能爬到那个塔尖上去 这是怎么说 瞎说呗 来 下面一个 你看 他也能拿杯 再看下边 你注意他的胸 你瞧 你瞧 你在讲手 什么意思 那个纹身啊 那个纹身 宋欣跟我说呀 16岁的时候 小姑娘性情重人呢 16岁的时候恋爱 就搞出这么一个结果 就那个纹身 那个纹身 然后你再看下面 然后 也有可爱的时候 但平常 也是可爱的 这是 这是 再看 当然也有人说了 说这个李娜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不但青藏高原唱的那么好 而且念佛也念的好 随便一打球就能拿大满冠军 好家伙 你再看看这个李娜 他他像多种风采 你看 李娜 这不是他的 你再看下面 反正叫李娜 这家伙是跟这个清灯古佛作伴的 也有一个李娜 当年的这个大哥星 你看 你再看下面 是不是一念佛就没了 没了 看了这张照片 我们知道 闻到要是留头发的话 也能打网球 也能拿大满冠 你主要是替成这样 你才阿弥陀佛 我是隐而不发 这个两位 咱们男的都软了 是吧 这个李娜 这个闻到你先亮灯的先 我觉得那天看着 真的是很高兴 因为基本上 他进了准决赛 就已经很期待了 那终于到了决赛的时候 就已经 我刚开始看 坦白讲 我不是说对他没信心 但我觉得到决赛 已经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打到决赛那天 我知道这消息之后 我看到我就已经觉得是 我已经当他赢了 有点这感觉 没想到还真赢 他傲网已经进决赛了 对 他上次已经进决赛了 但是不一样嘛 这回 法网我觉得跟 不过那场球 看得我火大死了 看得我真是 傲网那场 不是那个 那个法网那场 就是看得我真是大叫啊 为什么 怎么了 因为这个解说员呢 我是在上海看的 这张台的那个解说员呢 那我要公平的讲 那个一个女的叫余可 同可星吧 那个男的叫许什么 他们的网球知识很多 而且声音也很好听 讲得很轻 总的来说 比一般的讲评都好 可是他们的讲评 犯了一个大忌 就是在发球的时候 还说话 哦 他们在现场 他应该有这一点 common sense 就是说场子里 在发球和发球之前 这一段 是鸦雀无声的 你记得 李娜最后那个发球 有一个中国人 在那里喊他支持 他还特地停下来 以前还有个 shout up的事情 我对的电视机就大喊 shout up 我说实话 我是经过犯犹豫 才这样说 因为中央舞台啊 还答应 明年欧冠杯 还找我们去评球 中央台是我们电视界的老大哥 对 可是呢 整的整的 他们的评说是不错的 声音也好听 但是就是这一点 我觉得 这个叫人 真是太火大了 这个基本上 都可以知道 网球有个基本的道理 就是发球 就打球期间 你不能发声音 所以你不能做评论 所有的评论 应该等这个球打完了 你再做 对不对 尤其是 他不管啊 你在那里打球 他在那里就 全国人民期待啊 这个眼看的希望 就要实现了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 那个 我 那天我真的是 我觉得我应该 要讲一讲这个事情 因为 这个体育解说啊 这个像翻译一样 像个文学名著的翻译一样 所以 你翻得不好 到了另外一种文化语境里边 这个 所以我发现 这个做人的阅历和程度啊 是你越做到最后啊 不是说你懂得什么时候 说什么话 而是你懂得什么时候 不说话 这个在美国的网球转播啊 他到 他 首先第一 他讲话声音很轻 像耳语一样 我不知道 他那个转播台 周围其他国家的转播员 会怎么看他们 给下面的观众 因为那个时候 都是没人说话的 一点说话 他就可以抗议 运动员就可以不发球的 大家知道 这个基本点 网球在中国观众里面 我知道 我理解 因为他们可能想 中国人需要一些普及 比方他在解说当中 看你们没那么多是吧 为什么第三分 不叫45 叫40 哪一分比较关键 这些我都不懂 这有点普及性的 这都可以理解 但是 从一开始 你必须尊重 他的基本规则 我觉得就是说 发球的时候 发球之前 他拍球的时候 就不能再说话了 这一点应该可以做得到 他这种运动 你别看裙子穿那么短 他实际上是一种挺绅士范的 这么一个传承 网球本来就是 网球本来就是 他在全世界的 这个体育里边的位置 非常特别 他差不多是 最有代表性的 中产阶级的一个运动 如果说高尔夫 有点 稍微有钱点的人 那其他的几个运动 像美国的 像NBA 橄榄球 那都是大众 棒球还好 但网球是一个 而且网球是一个 美国 欧洲 几乎全世界都非常 就非常流行的 这次那个 李娜拿了 那个网网以后 那个 我一直很佩服的一个人 叫李永波 你知道吗 羽毛球 羽毛球的教练 说了一句傻话 说了一句傻话 他的评论是说 不就是一个 锦标赛的冠军吗 还没拿到奥运冠军呢 你们别乱捧啊 这个话就等于说 这个 你说你这个 世界杯 只不过拿了个 世界杯冠军 还没拿到奥运冠军吗 好像 这个奥运上脑啊 好像这次微博上 大家都觉得 这个冠军特别不得了 当然啊 这四大满贯的 一个冠军啊 这绝对比奥运冠军 值钱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球类运动里面 奥运是不算什么 你说足球 篮球 奥运不算什么 网球 这都不算什么 这他们这些运动 都有自己的一种联赛 有自己的一些的 一个赛事的一个接续 那么而且呢 很奇妙的 就是这些运动啊 它是分布在各种的 不同的接续里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刚才 子东讲那个 其实讲的就是说 全球的运动 它有个从 不能说从高到低吧 就从极精英到极大众 是有个排序的 最精英最精英的运动 是什么呢 比方说像马术 马球 反正骑着马干的运动 Polo 那是最高档的 那接下来呢 可能就是 高尔夫球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网球了 那么网球就已经中产阶级 到最底层的呢 其实还不是足球 而是摔跤 摔跤 美式摔跤 就那种演戏一样的 美式摔跤 假摔的那种 对的 假摔的是 最底层最炒根的一种运动 那么但是 这些运动里面呢 都各自有自己的金字塔尖 那这个法网 就等于是网球界里面的 金字塔尖了 比如说接下来 过两个礼拜 这温布顿呢 这几个大满贯 所以他们说 那个微博上聊嘛 说有一个拿 易经算卦的那个大师 赛前算这个 李纳这个赛果啊 算出一个诵 诉诵的诵 后来他们说 这诵卦是说 李纳拿冠军 要惹上官妃吗 大师说了 就不是啊 这个诵啊 官司啊 法网难逃啊 肯定能得冠